我用这句话来结束这个小段的谈话 我希望台湾老百姓马上能够回心转意 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感到重要性 同时我回头看看历史上 如果当年尼克森能够到北京去做破冰之礼 我就有全力希望台北的哪一个权力 不管是在野的或者是在任的 能够有这个可能性或者有这个机会 到北京去谈应该谈的事情 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去为台湾老百姓的福祉的前途 以及下一代的福祉和前途 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事情